上次的縫合,然後今天會加入背景的渲染 我們把渲染跟縫合弄在一起 那一樣在我們上次的做法 把那個立體感做出來 然後練習一下那個計畫 把它色調上的話就是 因為暖色調比較好 那我們就先以暖色調下去做入手 那麼多東西你們自己可以挑,不一定要全部都畫 如果你畫得完就盡量全部都畫 畫不完的話就至少畫三個以上 最少畫三個以上 一個瓶子,一個蘋果,一個劇子 蘋果不畫也沒關係啦,就隨便你 好,一樣齁 弄稍微剪掉,這樣看得到齁 一樣齁,不用整張都畫滿啦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所以你大概畫一點就好 所有東西一定要記得 構圖上齁,不要任何兩個東西是相切的嘛 所以要注意一下齁 像那個瓶子啊,位置先定一下 記得齁,位置都先定 再去一個一個畫,你不要先 每一個東西都分開畫齁 先一個一個把它 所有東西位置先固定好齁 你有沒有畫更多也不放? 對啊,隨便你們齁 沒有,我聽說 有一點 這樣 你說什麼? 哈哈 哈哈 阿召最後就不見了 對對對 然後你就看一下位置平衡 平衡夠不夠齁 然後每一個東西的大小變化 要把它做出來齁 像那個柳釘大小會有點相同 那你大大小小你可以自己去做編化 不一定要照著原來的東西化 那影子一樣齁,先做出來齁 好,那像那個我們這邊看那個 那個什麼 欸,柳釘橘子的一半齁 剛好跟那個有點相切了齁 那你可以自己移位置齁 然後那個皮的厚度齁要稍微做一下齁 留一個白邊下來齁 這個 後面這個稍微畫小一點點齁 那個瓶子一樣齁 好,中軸線先做出來齁 兩邊的寬度 大小的寬度 上面瓶子的寬度 先拉齁 把這些線先連在一起 你這樣對 對上起來就會很快 然後圓的再把它做出來齁 那一樣齁 跟我們上個禮拜 練習持續下去齁 你們那個水還是多用一點齁 那化壞了也沒有關係齁 你就盡量水多用一下 好,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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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唷 好,那這是那個桌面 桌面稍微畫一下就好,不用整個都畫 那像那個瓶子裡面會有一些倒影,你們如果暫時不畫沒有關係 那我們看是染也是從後面整片一起做齊,整個色調的定位先染一次,先把位置先染好 好,那你可以同時用兩支不同的顏色一起做齁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那個縫合啊,像背景的部分,你渲染完也可以用縫合 那兩個顏色,你可以用兩支不同的筆,例如說這支稍微用一點暖色調的 那這邊稍微帶一點暖色調的,兩個顏色去做相縫,把它縫在一起 好,那水分一樣齁,要用多一點齁 盡量多用一些齁 因為背景會比較淡,所以你盡量把它稀濕一點 水多多用一些,把它稀濕掉 那像這邊可以再另外調一個顏色出來齁 調一些比較深的顏色 好,那我們從背景這邊開始染水齁 那可以洗,因為我們不全部都化啦,所以你先稍微染一下水 好,那你可以這樣子稍微看一下你那個,因為水是透明的嘛 就稍微這樣看一下那個水在哪裡 好,這樣染會比較好染 好,那桌布的地方,有些地方就先留白齁,不要去染到 好,那像這幾顆彩度比較高的,你先不要去染到顏色沒有關係 暗面可以染,但是亮面不要去染到顏色 否則你等一下的那個黃跟紅也是做不亮的齁 好,像這個瓶子,它基本上就是屬於比較暗的,所以你可以稍微染一下齁 把它染過去都沒有關係齁 好,那像這顆你就可以把它染掉 因為它在後面屬於是暗,等於就把它染掉,沒有關係齁 好 好,那再一點綠色進去 那像這邊有積水哦,你就可以用把它沾起來就好了 那因為前面這兩顆是屬於比較亮的 你盡量不要去染到色喔 因為染到色之後 一定還會化不亮喔 你第一次的色調定調完之後 你接下來就會比較好做了 色調的統一性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我們這次的練習 就是用暖色調來做練習